当地时间下午1时45分许 习近平乘坐的专机 抵达比勒陀利亚 受到南非外长马沙巴内等 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 南非儿童向习近平夫妇献上鲜花 礼兵在红地毯两侧行注目礼 习近平向南非政府和人民 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习近平指出 当前中南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快速发展 两国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 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增强 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入推进 人文交流蓬勃开展 国际合作日益密切 我期待这次访问期间 同祖马总统就双边关系 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推动中南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不断迈上新台阶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为促进非洲和世界 和平与发展事业 做出更大贡献 出新规划 注入新动力 我相信这次峰会 必将取得丰硕成果 譜写中非关系 新的历史篇章 王滬宁 栗战书 杨洁篪等陪同人员 同机抵达 中国驻南非大使田学军 也到机场迎接 习近平在结束 对金巴布韦国事访问后 抵达比勒托利亚 在南非期间 习近平还将赴约翰内斯堡 主持中非合作论坛峰会 当天中午 习近平乘专机离开金巴布韦 离开金巴布韦时 金巴布韦总统穆加贝 携副总统武南加古瓦 副总统穆波科 外长蒙本戴归等 政府高级官员 到机场送行 两国元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话别 穆加贝夫妇在机场 为习近平夫妇举行隆重欢送仪式 当地民众跳起传统舞蹈 祝贺习近平对金巴布韦的访问 取得圆满成功 军乐队奏中金两国国歌 仪仗队持枪行礼 两国元首期待在中非合作论坛 约翰内斯堡峰会期间再度相逢 看看 否则 牙 媗 替